进驻建国百年首次来举办台东玄武坛 寒丹爷平安祈福文化祭 已进行第二天了 在2月17号晚上也是元宵节 神明绕境活动的重头戏 而台东玄武坛的寒丹爷更是蓄势待发 庙方人员各个都是精神抖擞 准备今后一连串的炮炸寒丹爷 在玄武坛临近的海滨公园旁 将会有更盛大的炮炸寒丹爷活动 民众记得要去体验一下 今天是正月十五万宵节 我们的夜晚炮炸寒丹爷在夜晚八点 夜之方休闲临隆盐 在我们的境性路 再来九点半 以后 都在我们 樊丹爷 县府当首基盘 祈福平安的平安会 以上新闻是有杨国之物在台东的报道 谢谢大家